跟前面几个家庭相比,重庆、湘西和新疆家庭对于宝宝的早叫可就简单多了。 诶,不就是一个早叫吗?要整得那么复杂吗? 是啊,我天天都跟周公在约会,根本就没时间。 别说早叫了,叫早了我,我都不高兴。 夏克兰,你这也太能睡了,要是有时间就来我家串串门吧,我带你去春游。 相比于城市里的宝宝,湘西宝宝杨泽勤,每天的生活看起来可是单调得多。 没有黑白卡,没有早叫机,更别是五花八门的按摩手法了。 别人是看图实景,咱呢,人在景中,带着宝宝出去踏春, 在繁花似锦中,听鸟语冲鸣,这感觉啊,可是城里的宝宝羡慕不过来的。 姐姐姐去,没下雨。 好,那你出去玩。 嗯,叫姐姐,两个姐姐一起去啊。 我说老妈,要走就快走吧,别啥嗦了,我等着,我花都谢了。 叫你个就去。 好好好,等不及了,等不及了。 我说老妈,要走就走。 老妈,要走。 我说老妈,要走就走,没练习。 我说我要走。 我说不是好,等不及了,我先识那做了我的。 我说老妈,要走那么走。 姐姐,好漂亮哦。 嗯,有很漂亮哦。 这个是老大,好漂亮,老二。 老二。 好,你走,你看扯,好。 俩后,我都是为了。 一背的姐姐。 我是Bobby 我是大帅哥 两个小妹妹抢来抢去的滋味 那真是比游奶哥还要爽 我老妈也太不懂我的心了 就知道只顾自己要去看江山 我这美人还没看 起来 起来 去玩 去玩 Bobby 别睡了 跟你走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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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睡得那么香 远离城市千销 香肌如同小家碧玉 秀美的景色 天然的氧巴 面对这些大自然的恩赐 香肌宝宝杨泽勤好像没领这份情 尿我了 我就是刚刚看见他说尿了嘛 骨子也是 带小孩就是这样一把水一把尿 铁子包咪 铁子 一二三 铁子 铁子 看到没有 由于山里的气温要比外面低 石元美担心宝宝会感冒 稍作停留就往回赶 回来的路上 石元美分享了自己对于宝宝早叫的一些经验 铁子 讲话快点 有有有看到妈妈了 看到妈妈了是不是 几个月叫宝宝明日 他立马就有反应 一般的话大概是三个月四个月 小孩子比较懂事一点的话 三个月他都那个了 总是慢一点的话 他就四个五个月 苗家宝宝早教的方法原始而有效 背楼里的小天使们被用心地呵护着 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苗家人的希望 回到家 石原美突然有点想外出打工的丈夫杨正志了 他的心思也是在宝宝身上 打电话就问宝宝 宝宝有没有哭啊 有没有闹啊 吃奶吃不好啊 嗯 关不关心你 没问过 不知道关不关心我 没问过说 你带小孩有没有辛苦啊 而且没有 没想到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我的苦 想那些就是 有时候你想多的心情就不好 不要给自己做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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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心情 石原美的埋怨中 有点责备杨正志 不懂关心自己的意思 但更多的还是在表达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之情 这位九六后的妈妈 今天开始调整自己 也许她急于宝宝的不一定是七个家庭中最好的 但一定是她这个母亲目前能够做到最好的 拿这个来帮她戴一个草帽 好 谢谢 这花花呢 拿 拿 谢谢 不合适合 好看哦 看那里 要下椅了 好 你好 你好 还有 然后 不过 重庆宝宝 家庭早教的法宝就着微笑 和宝宝面对面的交流 可能在刘思妍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 没有跟她那么多交流 那个时候可能是刚当妈妈嘛 很多都感觉好像手足不错那样子 这个可能有经验的一点嘛 就跟她交流的比较多一些 然后她就是比刘思妍小的时候更爱笑 可能就也跟我们跟她交流有关 而新疆宝宝小睡神夏克然 这天天跟周公约会的节奏 估计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妈妈鼓励可不着急 学习可以慢慢来 宝宝健康可比一切都重要 小天使们的到来 给每个家庭都增添了不同的幸福色彩 年轻的爸妈用不同的方法 呵护着家庭的未来 而年迈的爷爷奶奶老老爷 也在默默地为小天使们的成长而努力着 他们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感动 运辆的热 Judicial 原历咧 看看 看看哪里的 要嚣一个 要干啥 要乖 要乖 你看叔叔的 爸爸 你看叔叔的 你看叔叔在做什么 妈妈彭小琴的产假即将结束 照顾宝宝的责任就落到了奶奶的身上 虽然这已经是奶奶二次带宝宝了 经验那是刚刚的 但是也经不住宝宝的突发状况 没了没了 一切人要哭 哦出过了出过了出过了 趴下来拿下来 一切一切 一切人要哭 我跟他说他通关了就是他通关 他通不熟了 你那个力气那个得行吗 你想外头吗 你那个力气突得出来 衣服上去了 没有啊没有啊 刷啊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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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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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狗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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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放在车里 我把你放在车里 我们退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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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这个事肯定是要来嘛 就是来呀要克服些嘛 有些从来你该克服的要克服的嘛 你不克服你管靠他 可能个年轻的他要上班也来 奶奶在重庆一直照顾两个孩子 四年里只回了四次老家 孙子孙女和自己丈夫两边有心 由于爷爷长期工作劳累 脚趾出了状况 奶奶欣喜爷爷也也只能打电话关心 他那个酒大酒之门 那里有点 他要监察啊 他说 他说要开刀 过来就打电话嘛 就是问他 那个酒那些 就说好些没有嘛 所以他说 为他那个酒 我也是事半还是担心 那么他说开刀 我就说他那个酒那么痛嘛 我说你少煮点嘛 没煮那么多嘛 他一般的经常哪里点痛那些 他根本 他就说有点哪里痛啊 那么你说 我和他上完会 我们来带我们去 外面去两个人是要关心嘛 吃点油了 想他呀 哎呀 两个人不怕啥子 不怕 过去就好了 这名城 红了个肚脐 他的肚子 那个人肚脚没收得好 又是个弟弟家 看得多不好的 一哭啊 就股脐多一高 我又带了那个母眼点 就是那个袋子 人要弄个银笔 他从他一哭 他就不得股出那么样子 对于奶奶来说 爱不是沉重 而是稀松平常的责任 虽然担心爷爷的身体 但照顾两个孩子 也是他割舍不下的 一边是自己的丈夫 一边是孙子孙女 奶奶的心情 让我们不难看出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 长辈对晚辈的爱 而相对于烟台的爷爷奶奶 和姥姥姥爷 更是为我们平添一份 依依不舍地申请